台湾花领袖遭到指引的背景是不单纯 疑似是有绿营的背景 而新闻龙卷风也公布了一段影片 林斐反他曾经大声几乎主张台独 他发起学运是不是有其他的背景 也引发了指引 我叫做林斐反 我主张台湾独立 我叫做林斐反 我主张台湾独立 我叫做林斐反 我主张台湾独立 其实林斐反是谁 我不多说了 他主张台湾独立 我认为台湾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他的主张 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但是你主张台湾独立 代表你就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人 你能够说 你今天在立法院里头 你成为核心领袖的分子 你没有把这纯绝的学运 带入了别的色彩吗 你现在怪 为什么大家要把你们给抹绿 我还说 你并没有错 但又为何要带着太阳花的假面 把这个学运 讲得一副非常纯洁 神圣 但是画面是会讲话 画面会说话 看着画面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看到画面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的震惊 为什么震惊呢 因为最重要是 你觉得一个单纯的学生运动 背后却有那不单纯的手 在背后搓磨着 可是我们注意整个运动到现在 我们昨天有提到 这蔡英文前党主席 要告我们新闻龙卷风 可是我们新闻龙卷风 拥有一个神秘的录音档 这个录音档里面呢 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录音档里面 有着那蔡英文 跟太阳花学运 好像有些关联性哦 是立刚 我们现在谈林飞凡这个人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没有 这是一个毕业纪念册上面的照片 他这个人呢 就是高中时期 高中毕业的时候 林飞凡 他旁边这个是什么呢 这不是扁娃吗 对这是扁娃 对啊 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 当年夯得不得了的扁娃 想到缺货的扁娃 是啊 是 我跟你讲 你看他还特别写台湾之子 你们注意到 台湾之子在讲谁 陈水扁娃 大家都知道啊 是啊 所以你光看到这张照片 在人生做非常重要的高中毕业纪念册社上面 他特别挑了这张照片贴出来 其实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相信大家吸引我都很清楚 他就是标准的扁谜嘛 对啊 高中就开始停扁的啊 是 我觉得停扁没有关系 但他个人的思想问题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2006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同一年哦 当时是 当时是陈水扁的国务基要费 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记得 国务基要费必案一出来 甚至后来法院都认定 你陈水扁确实是有罪 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是总统 所以我不能够判你的刑 我要等你下台之后再审 当时不是很多人已经 发动什么百万人民倒扁啊 这种行动 那甚至连绿营的很多同志 都已经开始跟阿扁切割了哦 对 可是这个时候呢 林飞凡一样 我还是忠真停扁 我还是要抱着阿扁哗哗 那当然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可是我今天很想问一件事情 对你们说 那个福茂是黑箱作业 那陈水扁贪污不算黑箱作业吗 难道他是光天化日明摆的贪污吗 他是不是也真正眼眼长长腻腻 是啊 那为什么同样是黑箱 为什么有两岸标准 你为什么不就不挺服貌的 怎么会有两种标准出现呢 对啊我就觉得 这个人的个人的标准 我觉得非常奇怪 那刚刚中博已经讲过了 其实包括林飞凡 包括黑党这些阵线组织 其实你们全部都是绿营的嘛 甚至是深绿的嘛 而且你们这摆明就是支持台独的嘛 我觉得支持台独也没有关系 我们台湾当然尊重每一个人的政治主张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 这就是民主的精神 我坚持维护你说话的悬疑 可是问题是 你们既然坚决主张台独 你们自己是深绿 那你就大声讲出来 何必躲躲常常遮遮掩掩掩呢 人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有什么不对吗 像我支持服貌 我就大胆讲出来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念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笑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隐藏 学生应该纯洁天真一点 不要躲躲常常 不要躲躲常常常